哈喽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新的琴包 Sumo Sumo是像铺的意思 名字起的就很稳重 但是琴包稳不稳重 不能光看名字 对吧 咱们得实测一下 但是测之前也要先说一下它的零售价 琴包的电解它是600 然后配置是20毫米的高密度珍珠棉 有些同学会觉得20毫米也不是很厚 不过这个密度确实是很高的 有一些厚一点 但是它密度不够 外观看着挺大 挺厚一层 但是一捏 它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还是很紧实的 里边还有一个同样的珍珠棉枕头 然后底部有两个防滑的香药垫 直到这个之后 咱们再去做测试 看看它能承受多大的冲击 这次用的依然是我上次做琴包测试的琴 因为上次摔过之后 其实有那么两三处的痕迹了 我用绿色的荧光笔做了标记 两处是琴镜连接处的系列 还有一处是前面的小块刮蹭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琴 它再次经过冲击的话 它会不会有更多的新的 伤疤 上次我做同样的测试 是在它两倍以上的价格上做的 对 两倍的价格上做1200块钱的琴包 1200块钱的琴包会留下这样的一个伤痕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600块钱的琴包会怎么样 无论如何 我们都先试试看看吧 我们先来量一下看看 它有多高 2米5 2米5的高度 但是它是个斜坡 所以我们要模拟一下它从楼梯上来滚落下来的结果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的外侧现在已经是有很多的刮蹭了 这个我到时候还想送给你们呢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来看看 它的裂痕并没有扩大 当然这个对于一个琴包来说 我觉得确实也是小菜一碟 OK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高台扔下来 好吧 这是2米5的距离 2米5的高度 这个裂痕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也没有再摔的更开 所以说对于2米5的一个跌落 它是小菜一跌的 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挑战更高的高度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这个地方 一会儿我们要从这里扔到这里 然后我也可以先试下从这里扔到这里 放点轻力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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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看到这里边 这边这个地方 本来我涂的是一个比较短的 现在它这有露出来的一多块 所以说又衰裂的一小点 这是它3米多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在最后来挑战一下 到那儿吧 从那摔下来 我不确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这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这个型包也不是很贵 它只有600块钱 我们试试看看吧 从上面看感觉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从下面看的话 还是有点恐怖的 6.3米左右 刚才是3.7 现在是6.3 那我们试试看看吧 上面写了禁止高空抛物 但是 这应该还好吧 下面这个是没有人的 它这个门是锁住的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Sony 虽然但是我们还是都不希望 这把琴受到这种对待 也希望你的琴 永远不要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这个位置裂痕稍微扩大了 你们可能看不太清 不到也就1毫米 扩大了1毫米 在这个位置倒是没有再扩大 其他的部分 好像也没有什么 起码它还是完整的一块 不是吗 琴镜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直半也没有裂痕 这是6米多 琴弦也没有断 刚刚我其实已经扔了一次了 但是我没有拍到 回来之后我才看到 原来我那地方拍到了 我以为我没拍到 我就摔了两次 但是摔都摔了 所以就给大家看看 所以说现在我要再扔一次 走你 还是很好的完整的保持了一块 然后刚才我说的裂痕 这个位置没有再继续扩大了 我觉得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好刚才我也说过一次 没办法没有拍到 没办法我就摔了两次 这个地方会有额外的延长了1毫米 延长了1毫米差不多 我没有尺子没有办法给你们量 现在还健在 辛苦它了 但这个琴包确实是有点山痕累累的了 毕竟刚才经历了那么多次摔大 但它毕竟没有解体 毕竟是包软体的 当然我送这个之前我会再擦一擦 好好给你们收拾一下 看到背后这条花弹了吗 它即将变成一个杀戮场 现在这把吉他就托付给了贝斯手 那我们来看一下贝斯手 是如何来对待吉他手的吉他吧 你看不起来贝斯手 今天让你车抓了老猪的厉害 安眉有声音 那也背上有声音 刚才他们以为有人吵架 就出来看热闹了 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跟音王子 把我的吉他给我拿过来 好嘞 接着 经过了刚才贝斯手和吉他的友好交流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把琴现在是什么琴 我觉得他经历了6米的摔落之后 这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 还是很完好的 ok 让我们回家吧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一个抗挤压的实验 我用琴箱里边装上一把木吉他 用琴箱去砸琴包 这个琴加上琴箱整体差不多有7公斤多 14斤 来假设你的主唱的吉他 不小心砸到了你的吉他的场景 为了保证真实 我就专门照着琴镜再来一下 就我唱的时候你非得solo是吧 我唱的时候你非得solo是吧 我看你怎么solo 看你怎么solo 我那个吉他不小心压到你的吉他了 没事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琴 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 这个位置也没有继续再扩大 但是 这个琴已经让我砸出内伤了 1000年之后 这个木头避烂 他在底部的这块材质是有所不同的 里边摸起来要比边上的地方要硬一些 他也是故意做了加固的处理 但如果说他们也愿意增加一点成本 像其他品牌一样 再额外的套上一个那么个垫子 也许会更好一些 对吧 但是可能也会贵一些 刚才实测下来 他的整体的防护能力还是很棒的 虽然只有600克钱 但是他还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防护效果 还算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再做防水性能的测试 SOMO外部的材质采用的是 1680D的防泼水低轮纤维 但是单纯的泼水就有点浪费了 所以说我打算泼在摩托车上去 好几乱洗车了 这边是湿了的 但这个位置就是杜绝了这个水 如果你把谱子放在这里边的话 应该是安全的 来来喝完一杯 再来一杯 感情神一扣门 我们可以看得出 SOMO做的其实还是不错了 背包表面有一层防水层 可以防止谱子什么的淋湿 吉他只有在琴体的两侧 以及纸板上沾了一点水渍 它的防水性能其实还是可以的 其他的设计 它的琴包包裹材料 使用的是一个反光的材料 这样在黑夜中 可以起到一定的安全的作用 但是它这个比较细 所以说也得比较仔细看才能看得见 同时这边它有一个夜光的logo在上面 这里是镂空的一个设计 但是也是防水的 你可以从这隐约的看到里边的乐器 不太确定为什么非得要这么设计 好像就是为了显得好看一些 当然楼空的这里不用担心 它这里做了一个加硬的骨架的设计 比其他海绵的地方还要硬 比有些同学的海绵也要硬 背包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基本上占据了整个琴体的部分 里边还有一个网状的夹层 你可以用来放一些背带等的配件 然后在外侧 它这边也有一个小的半透明的三角形的包 我觉得可以用来放一些小的配件 比如说钥匙之类的 拿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省得拿个钥匙开排练式的门 你还得在大包里边翻来翻去 和效果器什么在一起 线什么在一起乱七八糟的 那背面采用的就是一个透气的材料 同时也有一个收纳背带的这么一个空间 双肩的背带可以收纳在这里 那同时背带上的扣具 也是国内老牌这个叫国联的扣具 那侧面它还有一圈这个 但是我其实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很多背包上会有这么一个设计 它就是为了挂掉牌子 你来挂一下零级线什么的 好像也可以 那这就是这个琴包了 你当然不能指望这个600块钱的琴包 能当一个防弹衣 能当一个保险柜那么用 不过不是像刚才我那样去极端的使用 或者你的队友脾气稍微没有那么暴躁的话 那这款琴包还是比较可靠的 它能抵抗住大部分粗心的你 或者粗心的队友 对你的爱情进行了意外的伤害 如果你感觉比较便宜的琴包 三四百的琴包不合你的心意 上千的琴包有实在是不舍得买 那这款琴包你确实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